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为对屏成功 遥控器自动退出到主界面 此时接收机上的LED为常亮状态 第二步 遥控器较准 对屏成功后将飞行器连接到电脑 连接到调试软件 进入到接收机页面 晃动遥控器的控制感 观察行程和中位是否正常 此款遥控器中位正常但行程偏小 需要设置遥控器行程 按下滚轮选择Cell Setup 油门回中 调节前四个通道 数值到147 行程搞定 但是我们发现横滚和方向反向了 进入到第三个直颜面 将横滚和方向反向 按下滚轮可反向 后面两个辅助通道也设置成反向 在地面站可同步观察到方向 第三步 辅助通道设置 进入模式页面 风机出厂已设置 按解锁为AUX1 Angle 质吻 Horizon 半质吻为AUX2 遥控器进入到System Setup 选择Channel Assign 进入可设置五六两个通道 按下滚轮会有一个方框闪烁 此时波动你想要映射的开关 方框中的字母会变成 你波动开关对应的字母 六通道也以相同的方式设置 设置好退出 如果油门在中位退出时会有警告 将油门放到最低点 可消除警告 在地面站此时波动刚才设置的开关 会有相应的反应 表明设置成功 第四步 飞行测试 将飞行器放在平整地面 波解锁开关后 电机会弹速旋转 缓慢推油门 观察飞行器是否正常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飞行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